商场超市专卖店们不敢再用人脸方案了 头图来自英特尔物联网大会展区现场 英特尔今年的物联网大会上 我们在无处不在科广边缘计算的展区里 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 上海家是加科乐卫鱼专卖店 使用了具有人脸识别功能的摄像头 一旦顾客进入科乐卫鱼门店 人脸信息就会被捕捉 记录 以后顾客再去哪家店 去了几次 科乐卫鱼都会知道 一开始做人脸零售方案的 其实打着人脸噱透 但受到行业理解力软硬件成本 网络环境的限制真实效果不太好 之前就倒了一批或者是转了方向 后来疫情来了 又受到315冲击和法律对隐私保护的限制 很多都活得不咋地